凤幕之杯 烧一桌好菜等儿规 母亲却奏事 台湾一位流性殡葬业者 最近分享了一则令人唏嘘的真实事件 马来西亚中国报的报道 这起事件的主角是一位独居的老妇人 某一天老妇人的邻居突然闻到一股难闻的臭味 从她家里传出 邻居立刻报了警 因为担心老妇人会发生不测 台湾当地警方破门进屋 发现老妇人已经死亡 一体状况显示 她四天前就已经往生 当时在现场的殡葬业刘先生看见 老妇人家中的桌上摆满了一大桌饭菜 看起来老奶奶似乎在等某个人回家庆祝 警方辨识出妇人的身份后 立即联系了她的家人 也就是她的儿子 妇人的儿子赶回家中 不禁放声痛哭 因为她知道那桌饭菜是为她准备的 后来妇人的儿子告诉刘先生说 当天是母亲节 她原本打算回家跟妈妈团聚 但突然有工作而抽不开身 悲惨的是 她再也没有机会跟母亲一起吃饭了 这位母亲是离婚后 独立将孩子养大的单亲妈妈 据报指出妇人在准备好饭菜后前去浴室洗澡 却突然心脏病发作 所以这边奉劝各位 只要有时间就请抓紧机会 跟你的父母多聚聚吧 以免暴汗终身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